今天我就请来一位正在努力减肥的朋友 小胖名叫何雄飞 9岁来自河南洛阳 身高1米4 体重却达到了130斤 为了减肥学习拉丁舞 没想到因为一段舞蹈视频 火遍网络 下面有请我们的何雄飞 感谢观看 我们还没开始 这时已经开场 他已经累了 在这里睡了 张胜 谢谢 谢谢 小胖 你太厉害了 我们这里还有您的粉丝好不好 来 我马上要拍合影 对对对 先拍一下 你们来吗 你就你俩就好了 你们俩亲兄弟啊 什么亲兄弟 他是你的粉丝 小胖 他是你的粉丝 认识我吧 认识我吧 不认识 我要问了这个问题 我认识他俩 你不认识我吗 认识你是小胖 我不认识你 请你来干嘛 你记得我吗 我是梁朝伟 王子兰 哎呀 听不到你 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小胖 几岁开始学舞蹈的 嗯 七岁半 你家里人有逼着你学吗 你有就是不想学的 硬要你学吗 你是喜欢 我也喜欢学 我妈也喜欢让我学 我妈也喜欢让我学 你一家人都喜欢呀 啊 你对你自己的舞伴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呢 我没舞伴 就是 自己都是 solo 我那天 我那天在网上看到 你有一个舞伴呢 没有固定舞伴 哇 没有固定舞伴 我每天坏 你教我们一小段舞蹈 我跟祖兰哥哥来学习 然后你待会儿来评判 我们两个谁强 那我们观众呢 左边是支持我的 右边是支持祖兰的 到时候 哪边赢了 哪边就获得 哇 这个奖品大了 一箱 天窝蜂蜜柚子长 哇 什么 我们要请我们的小胖 教我跟祖兰哥哥一小段 你想办 你确定这个是拉丁舞吗 这个真的不是我们 佛山黄飞龙的红拳吗 这交代一下 他有点不懂拉丁舞 你知道吗 你告诉他 拉丁舞最重要的是什么 表情 对 表 表情 表情 来 来 来 表情 再给他来一段 出去 你给他去吧 快 好 来 女步 女步 学女步 来 女步最重要的是什么 女步 女步 我帮你拿 我帮你拿 女步最重要就是那种 跳得很美 我就想看到你跳得很美 女步 小胖来一个女步 很漂亮的 我老实说 我看不出男步跟女步 有什么分别 表情不好 我吗 那男的表情 我表情要怎么样呢 她表情不好吗 我表情要怎么样 要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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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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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笑得眼睛发光那种 对 对 对 接近吗 接近吗 对 我跟你一模一样 你敢说我不漂亮 我就说你不漂亮 我找到了 不仔细看都看 我找到了 男的是这样打出去的 红拳 你的是好像很惊讶 对不对 谁来了 对啊 男的就是谁来了 好 你要选择一个 我们两个中间谁学得像一点 谁好就把这树花献给谁好不好 我感觉都不好 完了 你才为啥不好 我就是他们动作不跟我一样 因为短期间很难学到你一样 你已经到了一个 你知道吗 顶颠了 我们怎么可能跟你一样呢 你是国际水平 你这样送给我们可爱的观众 他们都很喜欢你 让我们经常看到你跳舞的视频 经常换女伴 跳舞的舞伴 小胖 待会儿要回去了 我在最后这个部分教你一个舞步拳 好 看着 这个脚步出去 一个拳出去 然后这个脚上来 前来 上来 一个转身 出去 一个转身 起来 这样这样 起来 好好好 我过来 你从这儿 你从这儿 起来 在这里啊 一个转身 起来 起来 这是什么 我觉得你除了学拉丁舞还 真的可以去学一下武术 很有力量 又很有爆发力 是不是 好了 再一次掌声给我们的小胖 来 走了 走了 再见 给大家说 再见 谢谢他来大家这么说 谢谢小胖 哪有主播这么累 我们的主播就是这么累 现在在舞台一直都有 不可动摇的地位 你好好说 我听说 最近娜娜都在练习一段 现代舞 不如在我们节目里面 为大家展示一下呗 这样好不好 因为刚才我又跳舞了 好像脖子还拧了一下 我正往后 往后放一下 我在后面给大家 跳现代舞 好吧 好 好 我们接着 下一个热点热播 世界最高的夫妻诞生了 篮球运动明星 孙明明和气质身高 加起来 达到了4米23的高度 打破了姚明夫妇的记录 看似二位高人的结合 其实也藏着将近50米的身高差 50米的身高差 50厘米的身高差 50米有多高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种最萌身高差 我们都经常看到的 这是图一 这两个好可爱啊 来 这是图二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对啊 这很可爱啊 对不对 所以祖兰 你是有多少的身高差 你跟雅呢 我是1米62 我老婆应该是1米75 大概是差12到12公分 多一点点吧 12公分 12.5差不多 最开始第一眼看到你老婆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说 我是不是要找这样比较高的女生 我还是要找一个跟我差不多高的女生 高冷啊 第一眼看见她的时候 就觉得她很高冷 她还有12岁 她就受过这个模特的训练 因为她以前自飞啊 因为太高 所以这种女生她会驼背 对 对不对 对 所以后来岳母呢 就把她送到模特学校 就叫她 你一定要学模特的那种 一定要站直 走路也要直 所以你开始会觉得有一点距离的那种 哇 什么距离 根本就是两个空间 那你是怎么 就是突然觉得说 哎 我一定要跟她去表白 什么什么的 是她跟你表白的吧 我跟她表白 哪怕是她跟我表白 在镜头面前 你不是 没有没有 我OK啊 我就可以说 是我自己表白的呀 哎呀 不是 这个很厉害耶 之间在一起 然后三年没有在一起 最后三年以后结婚 太甜蜜了 所以那个等待是值得的 对啊 所以我真的 看了你们的结婚照以后 我真的觉得 你跟你妈妈太像了 为什么每次聊到最浪漫的表录 请看祖兰和妈妈的照片 想不到我每一次聊 我的婚姻的时候 就聊到我妈了 但是你们不是有身高差吗 会影响 比如说你们平常就是 宝宝啊或者什么 你记得有一个 一个记事本呢 有一个牌子 就是两个 一个小男孩 跟一个小女孩 就这样 这样的 对 那他就 我就经常就这样 他就这样 有时候看戏的时候 就有点不习惯 看戏的时候 看电影 看电影的时候呢 就好喜欢就男生 就这样搭在女生肩上 然后女生就这样 然后我搭在这里 然后呢 如果他 嗯 我很想靠在你肩上 然后他就 嗯 浪漫有点累 然后就回去 其实你OK 你应该这样啊 浪漫来啊 哎 后来我有了 我又加了一个警战 就是这样反而成了 你们之间的一种乐趣了 是不是 真的 真的是非常有乐趣 所以平常你会要求他 只能穿平底鞋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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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出席一个活动 我穿平底鞋 你穿高跟鞋 最高的看你 最矮的看我 无所谓啊 哇 还有 他有时候就是 像你刚才说的 因为自己的身高有点自卑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才应该为我的身高自卑 一个是很高的女生 还有一个胸很大的女生 都在学校的时候 都是自卑的 我当时就很自卑 我们接着下一个热点热播 我经常在网上跟大家互动 那今天呢 我又在网上 征集了一个话题 就第一次打工的奇葩经历 真的因为有很多 很多奇葩事情 因为每个人的生活 都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的生活中 都有很多好玩的事情 所以我今天呢 在这么多留言中间呢 找了几个 现场来读一读 我们请祖兰帮我们听听 哪个更有意思 第一个是 扶手对花影摇动的网友 他说 公司招新人 一个毕业 每几个月的男生来面试 我们问他 为什么辞掉上一份工作 他回答说 公司搬了 没告诉我新地址 第二个是张笑笑一个 大学和寝室同学 一起给地产商发传单 六天180块 但是一直没给我结账 我就跑去售楼处要钱 正好碰上抽奖活动就去了 一等奖是电磁炉 安慰奖就是钥匙扣 让寝室妹子上去转转盘 居然真的抽中了是一等奖 他高兴地在台上 一乐一跺脚 转盘居然抖了一下 全寝室领了个钥匙扣 回学校了 这里面觉得比较好玩的是哪一个 第一个OK啊 公司办了 好 我们接下来呢 也会经常跟我们的网友 互动你们觉得好玩的事情 我们还有这个网友留言说 娜姐你好啊 知道王祖兰要来上 那就这么说 一直很期待 知道娜姐跟祖兰都是舞台上 临场表演的高手 所以想看你们两个 可以合作一次 环珠格格里面的 尔康和紫薇的经典桥段 我真的很适合演紫薇 你怎么点得这么好啊 我真的适合演尔康吗 一起即兴演绎 尔康尔康你在哪里 紫薇 我为什么看不见了 紫薇你看不见你听得见呢 尔康尔康我们要交流的紫薇 尔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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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是吗 你摸这里 哪里 游泳圈吗 这里 尔康 可是尔康 我是尔康 为什么我什么都看不见 我以后怎么办呢 你在哪里都好 我仰你 尔康 你不要这样 你去吧 回去找黄阿玛 去去亚能 我不要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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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要 我只要 谢娜 我 我 我是 是 杀 是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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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接着进去今天的热点热播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排行榜 女生最讨厌的男生十大用语 一是多喝热水 二是你又怎么了 三是呵呵 四是以后再说 五是都是我的错 六是随便 七是还在吗 八是吃了没 九是你忙 十是早点睡 有些听起来还不错 为什么讨厌呢 你说完女生讨厌男生的 我就说一说男生讨厌女生的 第一是 我早跟你说过呀 二 我怎么又胖 第三 你看看人家的男朋友 四 谁有电话 你演很好 待会我重新演一个 第五 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 第六 都怪你都怪你都怪你 第七 你演好好 我和你妈掉进和你 你先救谁 对这个很讨厌 第八 这两件衣服那件好看哦 第九 心情不好 没有为什么 第十 我妈说了 你这个好 我要再来一个 好 那么祖兰说了 男生最讨厌女生说的十大用语 我要说一下 女生最讨厌男生说的十大用语 大家是不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排行榜啊 第一个就是 多喝热水 第二个就是 你又怎么了 第三个是 呵呵 第四个是 哎 以后再说 还是用前面那个吧 哇 祖兰你真的演得很好 好 好棒 来我们说了 女性最讨厌男性说的十大用语 祖兰刚才又说了 男性最讨厌女性用的十大用语 在表演上面胜过我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聊一下 就是 我刚才说的 女性最讨厌男性用的十大用语里面 最讨厌的是哪个 大家觉得最讨厌的哪个 祖兰觉得呢 嗯 我自己最多说的就是随便 因为有时候老婆想问我 我们先来吃饭 随便啦 哦 你下次你要 你要多找一些好吃的东西 然后你老婆问你在哪吃 你说要不去那儿 要不去这儿 这样是不是更好一些 但是我们两个都互相经常说 那你想去什么 随便呢 这样不断地随便随便 哇 要找吃的地方 你们两个都是随便就是 对 因为我们都没有 特别的非常的要求 很多观众说不喜欢喝喝 喝喝真的很伤人 好狠啊 你跟他说半天 他说好狠 喝喝一般下一句就是吵架 对对对 下一句就是吵架 其实其实我觉得 吃了没啊 这些还OK啊 是不是 好 那我要问 阻拦一个小问题啊 比如说亚南问你 老公 这两件衣服哪个好看 你会怎么回答 怎么穿你好看就好看 啊 这个OK啊 好 来我们继续今天的热点热播 李某每次与女友吵架都会骑自行车远行发泄情绪 最近一次吵架 一气之下的他从狮山骑行 经过重庆 西藏 尼泊尔 肯尼亚 再过坦桑尼亚 赞比亚 最后抵达南非 最了解 这次骑到南非 用时半年之久 你觉得吵架要解决矛盾最重要的是什么 不要在大家情绪最不好的时候还要继续解释 因为那个时候你解释什么都不对 先要提醒自己先把对错放一边 然后现在我们就说 为了我们的关系 我们现在先不吵 可能两边冷静下来了 根本就不会坚持那么多的对错 是的 是的 而且你吵架的时候就不要吵 报警他就好了 对啊 就直接拿菜刀啊 报警他就是抱着他就好了 哦 报警 我以为你说打个电话报警 你说演得好有什么用啊 理解能力不行啊 是啊 是不是啊 哎呀 好了 我就去今天的热点热播 人生最重要就是开心 好 我们接着下一个热点热播 塞尔维亚某男子在小时候因为减持了一根电烂 但是毫发无损 损吗 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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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演得好有什么用 普通话又不标准 普通话也不标准 我真的不会读这个笋 塞尔维亚某男子在小时候 因为减持了一根电烂而毫发无损 意外发现自己可以抵抗高电压 现在57岁的她不仅可以抵抗高压电流储存电量 甚至还可以 甚至还可以 我怎么被你传染了呢 再来一个 普通话又怎么样呢 会被普通话不好的传染呢 现在57岁的她不仅可以抵抗高压电流储存电量 甚至还可以徒手煮鸡蛋 徒手烤香肠被称为人体发电机 这是一种特异功能啊 我想问祖兰 如果你可以有一种特异功能的话 你想要是什么样的功能 我要飞得更高 真的我好想飞 不会迟到也不会怕堵车 我感觉好像要自由 亚南对 她刚才说她想要自由 对 其实我做梦的时候 就是跟亚南一起飞 新婚没有多久 她想要自由 我会仔细问的 可能心里面有一些问题 我会好好问她好吗 亚南说了 自由你走啊 你说你要怎样 我跟你一起自由 好 我们今天要请出一位 同样有奇妙技能的人 他是一位非常帅气的人民警察 让我们看看她有什么 奇妙的技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声 反正 订阅 转发声 反正 转发声 反正 转发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来 给大家问声好 我是新疆卡实际的名巡警 我的名字叫做言语力 特长就是手指舞 你是怎么开始练那个手指舞的 我初中可能看国外的视频 这个他做这个波浪好好看啊 然后最后呢我就 自己练习 一个手可以做一个波浪 一个手也可以做两个波浪 你可以教我们一小段吗 我可以教 娜姐做示范 比一个小心出来 小心 这样 这样做一个心 对 然后呢 南方呢 就可以拍个小视频啊 微信啊 或者说是什么 就这样 哎 哎 一个心 就比成这一个小动作 好像好恩爱的那种 小酒和常见吗 是你最美的记号 我每天所有护照 谢谢 谢谢 这个给你平常生活 有很多的乐趣 前的时候像睡觉之前 活动活动手指 都其实都可以提高 那个脑部 脑部也可以提高智商 这个我可以多学一学 提高脑部和智商 但是谢谢 谢谢小燕同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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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小燕 好了 我们接着 下一个热点热播 近日呢 某专家称 唱歌跑调是一种病 得治 该专家将其命名为 失歌症 并表示 失歌症是一种 与大脑病变有关的疾病 患者除了唱歌跑调外 大多具有 方向感不好 整理能力差 沟通能力差等表现 需要治疗 这个消息呢 令不少疑似失歌症的患者的小伙伴们都无心玩耍了 唱歌跑调 真的是病吗 我觉得是一种 就专家都说了这种病 但我也不知道我们每次报道中间的专家是谁 反正就是有专家 但是我 好多人说 是我 下面有得失歌症的人吗 有 有 有是吗 你身边有得失歌症的朋友吗 有 绝对有 谁 我很喜欢跟他们去KTV 你敢说是有艺人朋友吗 没有艺人朋友吗 没有艺人朋友 没有 真的没有 真的不是你 你不要退后入座啊 你是在说谁 没有 你敢说李晨 李晨唱歌唱得很好了 你们去看他唱得心不了情 唱得很棒的 没有 在黑牛街里面他是唱得不错的 黑牛街 不要乱说人家李晨唱得很好的 其实但是我们去过一些 我非常喜欢那些去KTV的朋友 然后有一支唱歌 我唱完整首歌跟另外一个朋友说 哇 你好厉害耶 我想不到你音乐的那个天分这么高 你朋友跟你说 我跟他说 为什么 哇 你整首歌帮我唱和声唱得很好 他跟我说 我一直在唱土调 我在唱和声啊 另外有一个 每唱到一些高音的时候 他自然之间调了那个Key 我跟你吻别 在无人的街 让冯思笑我不能去写 我和你吻别 在狂乱 每次他最高的一张 他低个八度 我知道那个 上不去就自己就下来了也是很 我好喜欢那个同学 那个同学是谁啊 是艺人吗 不是艺人 真的不是李晨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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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其实我有失个症的 你有吗 有 我这样在车上听着你唱歌啊 Ok啊 不是 我如果就说 这首歌特别熟的话 可能不太容易跑 但是一般来说 不常练的歌 我都会容易跑掉 我觉得我有一点失个症 因为他不是说方向感不好吗 你有吗 很不好 我每次出了女厕所 就进男厕所了 这不是应该出去吗 男厕所的这边吗 我每次出去就进男厕所了 这个只是性格问题 就喜欢去男厕所看一下 我有病了 还有就是整理能力差 沟通能力差 沟通能力是差的 你的沟通能力很好啊 搞笑 好玩的能力强 但是如果有一件事情 要我去沟通清楚 解决 解决我是不行的 所以我觉得 我可能有诗歌症 那你要去治疗啊 你要治疗吗 你管我 所以我们就是 不管怎么样 我们两个都是专业的歌手 也都发了偏 那如果你这样说 我又坐高一点点嘛 哇 做得好高啊 我是专业的歌手 好了 我下台了 今天同意你就这么高好不好 我们来一个那个 你就是从那个下面伸上来 慢慢地 好 来 来 我们有请祖兰为大家带来 新专辑的《浮夸》 对不起 原来可以走楼梯的 你上楼我下楼打个招呼吧 好不好 哎 回来了 哎 谢谢 好 我们继续进行我们今天的热点热播 近日发生一起盗窃案 窃贼高某半夜入屋行窃 为不发生声音脱掉鞋子 却因脚臭熏醒了护主 最终被请 李小姐半夜在家中看狼牙榜 看到兴奋的时候突然大笑 吓到自己家中行窃的小偷 导致发出声响 闻声而来的李小姐 由于半夜披头散发的 吓得小偷差点跳楼 最终被保安请或送往公安局 同样 小偷高某最近犯案夜闯明居 无意中看到墙上屋主的照片 被吓得落荒而逃 究竟是怎样的一张照片 竟然把小偷吓成这样 来看一下 这家户主竟然是周杰伦和张绍涵 哎 很像 风生水井 不需要帅一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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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你穿回去 一生水井 不需要帅一罐 我要手帮帮你 漂亮的回向你 勇气很大 勇气很大 勇气的未来 门离北极狂 传说的欲言 原来就是恋人的眼 红穷狂绿蓝 舞台的红红 爱就在心中 相信这是永远 哇 哇 好 好 非常好 你们两个就是真的结婚了是不是 八年了 杰伦 邵涵 你们这样结婚 想过杰伦和邵涵的感受吗 没有 就是真的Angela也知道我们这个消息 然后她也很祝福我们 其实Angela有祝福自己跟周杰伦 没有错过 我知道 就是祝福你跟周杰伦 没有没有 不是不是 不不不 祝福你和 哎呀 说不清楚了是吧 周杰伦的老婆 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自己 自己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孙东 来自山东 我是刘孟涵 来自湖北 湖北 觉得这个再一次 我也代表 邵涵和杰伦 恭喜你们 恭喜你们啊 八年了 结婚八年了 对 09年结的婚 哇 那我们这个今天呢 也要送给你们一个礼物 啊 谢谢 你拿着这个礼物卡 嗯 你到全世界各地的 就是最好的 拍婚纱照的地方 去拍照 都是由我们 送给你们的 最好的礼物 啊 谢谢 那费用由我们来出了 恭喜你们 谢谢 希望杰伦和邵涵 永远幸福 恩爱 谢谢 好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杰伦和邵涵 哦 我记得你好像答应了 我们要跳现代舞 好 好 待会儿 我觉得我赶飞机之前 还是要看到一段现代舞 对不对 好 来 我们请看现代舞 他留给你 是背影 他把谎言说得竟然那么动听 他不止一次骗了你 不止的 不止的你在为他伤心 他不懂你的心 假装冷静 他不懂爱情 把它当游戏 他不懂表明 相爱这件事 除了对不起 就只剩叹息 他不懂你的心 为何哭泣 窃息到快要不能呼吸 他不懂你的心 好了 今天那就这么说的内容 就是这些了 感谢我们祖兰的到来 再次感谢天窝蜂蜜 柚子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再次谢谢我们的祖兰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